今天我想来聊一聊瓷器的微观结构研究 我在我的那个YouTube频道上面上传了很多我的这个PPT 这个PPT是有关我就是做这些瓷器微观研究的一些结果吧 等于是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来聊一下就是这个 有关这个瓷器微观结构研究方面的东西 包括这是什么或者是怎么做的有没有用啊 我想今天想来聊一聊 那首先呢我想先说一下什么是瓷器微观结构研究 瓷器微观结构研究呢就是用显微镜 就是对瓷器表面上的所有结构 所有能看得到的结果来进行一个来进行一个研究吧 这些包括一些它用里面的气泡表面的一个铁锈斑 还有一些就是瓷器它表面的一些右面的这些老化情况老化现象 都是通过就是现象通过这个表面的现象可以看出来的 这个研究呢我觉得是有助于理解这个瓷器的生产工业 并且呢可以给我们在瓷器古董尤其是古董瓷器的鉴定里面可以提供一些依据 那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无损 它这个研究是无损研究 就是在你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会对这个瓷器产生任何的损害 像你有一些现在的有一些侧年 比如说热视光侧年啊什么呀 它是需要有从那个瓷器上面取下来一块东西 在那个隐秘的部分在胎啊胎底的部分啊或者是看比较隐秘的部分 它会打一个孔把它打进去把它那个取出一颗性 就是它用来测量 那这个呢就是在做这个取样的时候 对这个瓷器本身就会产生一定的损害 那这个微观结构研究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避免了对这个瓷器产生的任何伤害 那我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瓷器 至少是我进行这个微观结构研究是怎么怎么进行的 那这个瓷器微观结构研究呢 跟这个科学仪器的发展 以及计算机的技术 还有尤其是分析软件的这个发展 这些是分不开的 那像以前 以前也有也有也有就是有一些 坚定学者也用一些放大镜 可以来看一下它表面的情况 拿这个放大镜来看 那它看完了 它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别人看的时候 可能跟它看得到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呢就是这个摄影技术 或者摄像技术提高了 它可以就是把你看到的东西 用图片可以直观的显示出来 然后呢 在接下来呢 现在就是有一些软件计算机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测量 然后测量完了以后 把它这些一些形状吧 进行这些数据化或者是量化 然后这个就是可以在不同的样品 或者不同的这个瓷器 不同的数据 这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那我就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在以前啊 有很多的书上你可以看到 它在描述那个康熙瓷器的时候 就是它说一些啊 康熙瓷器它最它那个气泡里面有大有小 是分布是根据是它的那个大小是不一的 这是可以作为它的一个鉴定一句 那现在的瓷器呢 啊里面的那个气泡都是大小均匀的 如果你看到那个的话 那就说明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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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是多小呢 大的占了这个这个总体里面的比例是多少呢 所以呢这个呢 最后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用数据 用数字把它说出来的话 那你就会有一个比较怎么说 比较直观 直观的印象 就告诉你这个瓷器 这个气泡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这是就是讲了一下这个瓷器的就是数据化吧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对它这个 这个瓷器微观结构研究 这个结果有用吗 是可以用来作为这个鉴定的 作为这个瓷器鉴定的一句吗 我觉得是我的看法是这个有用 也是也可以说是 但是有用呢 但是也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 或者是唯一的一个判断一句吧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瓷器结构 微观结构研究可以作为这个 作为一个一句 主要呢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这些结构 它产生的原因 然后考虑到相关的因素 把这些结合进去 你就可以理解它为什么可以作为 就像为什么来作为一句 你就像眼学研究吧 眼学研究是什么 看它的胎 看它的右 也是平时可能也 也加上结合一些它老话 比如说皮壳 还有什么 呃 贼光或者是爆光 这种这些这些来就是这一些 俗语来描述吧 这个瓷器的微观结构呢 它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的就是 或者是 呃这么说吧 先说到这个瓷器的生产 我可以说瓷器们除了我们就是作为一个食用器 比如说碗呀盘呀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用得到的这个食用器以外 有些还可以作为装饰的瓶呀 或者是一些灌呀 将军灌呀 它有时候放在那个 呃 佛像跟前说是作为 就是 祭祀用啊 或者是这些东西 它是作为一些装饰用的东西 它的那个生产 它的瓷器的生产 它反映的是当时的一个社会 当时的一个生产工艺的水平 以及呢 这个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人文 人文的这个文化呀 还有人文啊 还有一些环境呀 就是人文环境 它这个都可以都可以反映在里面的 怎么说呢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吧 比如说这个原青花 为什么原青花会出现在元代 而不是在这个之前或者在这个之后呢 因为元代在中国的历史上 它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百年不到的时间 但是在这个期间里面 它出现了这个举世文明的元青花 或者是元青花 大量青花瓷器生产的开端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当时的这个 这个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蒙古族呢 它征服了欧亚大陆 然后也征服了这个中亚 就是伊朗那些地区 那它当时征服了以后 就是把当地的一些这个 骨料啊 还有工匠啊 它肯定就把它送到这个当时的 景德镇地区 它结合 然后呢 这些材料 就是骨料 和这个 就是当时的制作瓷器的一些艺人 在结合上 景德镇当地的这个瓷图 然后呢 就发展出了 或者是 生产出了这个 青花瓷 然后呢 这个青花瓷生产出来之后 它 又 受到这个 因为这个蓝色嘛 本身就是中亚一些地区 还有东南亚地区的那些人 非常的喜欢 那它就是 生产出来以后 大量的消亡 就是又 往回 往回就是 消亡这些原来这些 呃 骨料的这些原产地吧 等于是它这些 材料是 伊朗地区出来的 然后到了中国 中国生产出瓷器以后 再把这些瓷器 往回 销售回去 就等于是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 知道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 呃 理解了为什么这个 就是说 从这个社会 人文方面 它理解了 为什么 青花 开始于 或者是始于 元旦 OK 那我想说的是这个呢 呃 是人文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我要说的是 瓷器反映的是 当时的一个社会 工艺 就是生产工艺情况 那工艺情况 就涉及到 这个瓷器的话 就涉及到 它的那个 咬 咬口 就是生产出来以后 包括你的那个 P啊 它 就是这个 嗯 这个瓷器 做出来以后 它要晾干 晾完了以后 伤 呦 这个是 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不是做这个 我只是就是 以我的理解来 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解释吧 然后再把它放到 窑里面去烧 烧出来以后 这个包括 这个P的你 呃 当时晾的是 有可能是 七成干 或者是六成干 或者是五成干 那放进去以后烧 烧了以后 你那个窑里的温度 窑的温度 升高有多快 它的高温以后 保持有多长 那你完了以后 晾下来的那个温度 降低时间有多长 这一些等等等等的 这些非常非常多的因素 包含进去 到最后生产出来一个瓷器以后 有可能每个瓷器 它表面表现出来的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虽然有不一样的 它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我们统计学上来说 有一个 有一个 Range 它那个生产出来以后 它的那些 包括气泡呀 或者是包括它的 什么呢 右面的 就是右的 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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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层的保护呀 它都有一个范围 然后呢 它不同的时代 因为它涉及的 就是统一起来以后 它可能 就是都可以 可能会反映 当时的那个 总体的一个情况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把这个 不同的时代 比如说明早期 后来明中期 明晚期 后来到了清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长好几百年的时间 过程当中 它的各种 比如说它有可能会 材料 某一些它的瓷土 可能会 会烧完了 然后它有可能会 换一个地方 这时候材料就变了 那它这个时候 反映出来的时候 它可能胎 它有可能会 不一样 你可以从它的表面 看出来 那胎不一样 那它到最后 有可能会在 它的那个瓷器的 那个气孔上 不是气孔 是那个气泡上面 也可能会反映出来 这是我要说的 就是这个 瓷器的这个 瓷器的就是 微观结构吧 它也可以反映 它的这个 生产工艺的情况 还有当时这个 人文环境的情况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瓷器的 微观结构 结构呢 是可以作为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依据 来 鉴定这个瓷器的 心或者是老 或者是用来瓷器 鉴定到它是属于 哪个年代的 那我又说呢 但是它不能作为 一个主要的工具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高仿技术吧 它已经 就是 它也知道里面会有 会有什么现象 比如说那个气泡的大小 那为什么这个瓷器的气泡 它里面会有大 会有小呢 现在的那个说法 是因为 这个 因为是柴肴烧出来的 所以它的气泡 有大有小 而现在的气泡呢 它那个气候啊 不是气候 它的那个环境啊 比较单一 它升高的 就是平均升高的 温度它比较 可控 所以呢 它的气泡大小 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作为这个仪具 那既然要作假 那它当然考虑 这些因素在内了 而且那些高仿 它肯定也是用柴肴烧出来的 所以呢 它有可能 你拿一个显微镜 或者放大镜 来看你的气泡的时候 它可能 它反映出气泡 可能是跟以前是 就是老的那种 瓷器里面的气泡 它的那个现象 呈现的那个状态 是一致的 那我比如说 拿到一个新访的康熙词器 康熙的那个青花词 呃 放到我手里 我看 看哪 拆和用 那都不对 那这是现代的嘛 那有可能 别人就不说 不对呀 那你看你 我 我看它的气泡了 里面有大有小 嗯 这就是康熙的呀 呃 那我们 这就不能是 不能这么说了 所以呢 在用这个瓷器 微观结构的时候呢 其实第一步 就是 又要 第一步 这个瓷器要通过你的 眼学的鉴定 就是用眼睛看 如果你用眼睛看 它的胎啊 右啊 还有它的表面的一些情况 你觉得 嗯 这个应该是 某个时代的 那如果你还有 百分之 那么百分之一 或者百分之那 零点一的那个 怀疑 呃 有可能它会不是 会是高反 或者是什么呢 那你 呃 你就可以就是用 来对它进行一个 微观结构的研究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气泡呀 或者是表面 如果有铁锈般的情况呀 还有它这个表面的老花情况呀 就可以对比 你想象的 这个不是说想象的 你 认为的这个瓷器的这个 应该是落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相对应的 一些特征 你可以去 或者是特点 你可以去做些 对 做些比较 就是我 现在的 嗯 做出的初步研究来说 它这个明淡和清淡 其实它这个瓷器的 这个气泡的表现 是不一样的 但明淡的 它瓷器的气泡 明显的平均值来说 都要比气泡的要 嗯 比清淡的气泡 要大很多 那如果说 我这个瓷器 我认为 我通过我这个眼学看来 我是认为是明淡的 那我OK 那我拿来用这个瓷器 为观结果 一看它的气泡 哎呀不对呀 那气泡里面都太小了呀 可能只有十几微米 二十微米 或者只有二十 二十微米以下什么的 那有可能呢 这个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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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比较谨慎的 就用不着 比如说一个土豆和一个红薯摆在你面前 你用不着拿放大镜或者是拿其他的仪器来看一下它里面的那个什么有不一样的 因为你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土豆这是红薯吗 用不着你来做那个那个微观的结构的一些研究了呀 所以呢 我是认为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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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是也是 嗯一定程度上我是赞同这种说法的 所以呢 就是说在做瓷器微观结构研究的时候 你必须就是用眼学从大的方面 已经对它进行了有个结论了 有个定论了 然后你再决定是否需要来进行显微结构研究 来或者研究或者是对比这种情况 比如说现在的不是3D技术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吗 它打印的出来有些器官什么呀 不是说都已经利用在人体 就是已经可以利用起来了 OK 那如果说我现在用一个3D技术打印出一个土豆 然后把一个真的土豆摆在你的面前 你不要用手摸 就用就看 也可能可以可能大量重量可能可以就是也相似吧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呢我就是做个比方 这从外观上面来说那看着是非常像的 有可能你在做这个鉴定的时候 或者是做区别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比较困难了 因为实在是太像了 这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把它切开 那看它的材料 你看用3D打印出来的 那它肯定就不是 能一就能看出来 那因为它的工艺就不一样了 是吧 这就是这也就是我想说的这个 我想说的这个磁器微观这个结构 结构这些数据什么时候能用吧 那OK那我说完能用 我看看在用什么是怎么用吧 怎么用 我前面已经说了就是 咱们在做这个结构研究的时候 首先从眼学上你要已经通过你的鉴定 然后再进一步进行研究 所以呢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 第一步呢就是要保证 或者是你拿到的这个材料是真实的 所以呢我们在我在采样 在做这个数据研究的时候 采用的都是一些开门了 或者是开门倒带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一些磁器 然后呢这个磁器把它进行 用进行这个分类 或者放到落到某个年代以后 然后我们来在它第二步 就是进行这个数据采集了 包括这个照相 包括有电脑里面数据的处理 包括测量啊 还有用软件处理啊 这里呢我就不具体说了 第三步呢就是涉及到一个这个数据的解读 就是你把数据弄完了以后 用电脑也出来了 给你画了一个曲线图 什么都摆在你面前了 那你怎么来解读这些数据呢 我目前的解读我是其实是根据一些文献 文献里面的记载 然后用这个数据呢 来来来来来这个解释 这也就是我做这个瓶器结构为观研究这个初衷吧 最开始的 那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 我做这个橘皮纹 橘皮纹的研究 橘皮纹在 啊很多有很多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说法 啊橘皮样子啊啊怎么样有痘痘疤疤啊 有高有低啊什么的 就是瓷器表面有高有低啊什么的 但是呢我是在最后呢在这个一些英文文献里面 就是看出来找到了有一些描述 比如说这个比较新的文献就是这个Scott 1989年写的这个有关戴维德基金 能看到吗 戴维德基金里面的一些中国艺术 基金会的中国艺术 它里面就有描述了这个宣德的时候 清华瓷器出现的这个橘皮纹 它的描述就是一些小气泡 非常多的小气泡 中间围绕着就是夹杂着一些大气泡形成的这种现象 就是橘皮纹 然后更早呢更早呢就是到了这个 应该是1920年代的 差不多这本书有100年了吧 就是那个霍普逊 就是霍普逊他写的有关这个明代瓷器的研究里面 他这个里面也有也涉及到了这些一些描述橘皮纹啊 然后呢我就是很运气很好 刚好手头有一件当时这个清应该是不是清是明 明中期的一个不对是明早期 明早期的一个清华词 然后我就是对他表面进行研究 对他这个瓷器的气泡进行测量 然后在测量过程当中我就豁然开朗 哎呀真的他们这个描述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小气泡围绕着大气泡 然后他的气泡表面就是看起来跟橘皮的那个样子 非常非常的类似 因为橘皮呢它就是表面一些线点 然后旁边围绕着很多的那个小的一些细胞形成的这个样子 你就看着就是那样子的现象 然后呢我就在想那这个小的气泡有多小 大的气泡有多大呢 那经过测量以后我就发现就非常有趣 它这个直径大小可以相差有十多倍 小的气泡大概就是十八九微米的样子 那气泡大的气泡它可以达到就是两百多微米 大概是二百二百三吗 二百二百五二百五二百五十微米这样子 那这样子一下子就出来了 你就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觉了 这就是橘皮纹 我就是豁然开朗呀 然后通过这个这个瓷器 这个上面出现了橘皮纹 然后呢有橘皮纹呢 那就涉及到综眼 然后我一下子根据这个书里的描述 也知道了综眼是怎么回事 OK那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 这个数据是怎么解读吧 那我有关橘皮纹啊 还有有关综眼啊 我就是用做了就是根据我自己的 应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吧 做了一些相关的图片 有兴趣的 PPT我也上传到我的那个YouTube频道里面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看一下 OK那我们现在说到哪了 我来说一下我做这个瓷器 微显微结构视频的目的吧 这个目的呢 因为首先要说一下我的这个背景嘛 因为我本身是做科研出生 但是我是做植物的 做植物呢那我做植物分类的时候呢 也是要对就是要进行这个新装的描述 还要对行这个新装的测量 就是说你的在对比如说我说一下好了 就是那个比如说这个树 树干它有粗有细 那你或者是树干有大有小 你不能说啊我这个树干很很大 或者是我这个树很粗 那有多粗呢 我们就会来测量它的一个树径是吧 那我们就会用到一个胸镜 那这个胸镜胸镜的从表面上理解 就是跟你的胸差不多高 这个树的高度 你量一下它的那个那个大小嘛 那就是有的人高一些 那有的人矮一些 那我们用到哪一个数据呢 那我们就用到这个 就是大概是从根地面 1.2米的地方 用量它的这个树的这个周镜 量出来以后 就是统一用来做它的胸镜 所以呢 这就是一些 嗯 一些就是术语吧 一些术语吧 就是标准化 术语的标准化 那我本身是做这个 做这个科研的 所以对做 对做这种就是数据啊 还有一些术语啊 就比较有一种偏执 就是会有一些分析的一种欲望 所以呢我在后来到了国外以后 我对瓷器有了兴趣 那慢慢的我就用我这个做科研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尝试着能不能用我的这些量化 数字 数字化 数字化这些数据 然后能把它呈现出来呢 这就是我 我做这个的初始吧 就是初中吧 然后做做做做做做做 然后我就慢慢的就是 也有了一套 慢慢的有一些结果 然后做多了吗 肯定有一些结果 然后这些结果呢 那你这些光数据摆在你的面前 不进行总结 不进行分类的话 也是没用的 那我也就是 我就是做一些PPT 在做这个PPT当中 对这些数据呢 进行分类 呃归类 然后分析 对我自己本身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提高吧 嗯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第二个目的呢 我是想和就是网友啊 或者是藏友啊 来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这些结果吧 我呢 希望我的这些结果呢 对你有一个帮助 我不是说 我是鼓励大家去啊 每个人都拿一个显微镜 来做一些研究啊 或者什么 我已经 其实我已经做了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研究了 你呢 现在可以直接就可以 拿我的数据拿来运用 我可以保证 这些数据是第一手 都是全部是我自己一手做的 第二个呢 我是保证这个数据的真实可靠 所以第三 所以呢 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参考依据来看 当然了 你如果还有怀疑的话 那取决于个人 你可以用 也可以不用吧 所以呢 看了我的视频以后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能 也可以重新检视一下 自己手里的一些藏品 看看 这个藏品的是 什么 什么个 性状 什么个样子 说句实话呢 我现在 入手 就是买到一个新的 新的瓷器的时候 我自己 首先我会去想象一下 它的那个应该是 呈现一个什么状态 实时结果证明呢 基本是正确的 我进行研究以后 就是符合 我自己心中的那个预期 OK 那然后呢 我也希望 我的这些 结果 或者是数据呢 对你以后 如果会 想入手一些 瓷器的话 可能会也有一些 帮助 或者是借鉴吧 好了 那我今天 巴拉巴拉巴拉 说了也很长的时间了 希望 浪费了大家很多时间 那OK 那就这样吧 就是你觉得有用 就 用起来 如果你觉得没用 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 就好了 好 谢谢大家